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胡子老爸 我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喝咖啡 但是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必须来一杯咖啡 之前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一个咖啡叫手打咖啡 它起源于澳门 澳门一个路边摊 他就拿一个这样的勺子或者这样一个小的打蛋器 把这个树龙咖啡在杯子里一阵打 好像据说要打400次以上 据说这个咖啡这打完的非常浓郁 那个泡沫 好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个手打咖啡400下 好有用到的东西非常简单 一勺树龙咖啡 糖也是一勺 水也是这样一勺 比例就是1比1比1 把所有的东西就都加在这个杯子里面了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手动打蛋器来打这个咖啡 用电动的话就没有灵魂 为什么要手打400次呢是不是 打咖啡全程不剪辑 一劲到底我们来看一下要打多久才能把这个咖啡打起来 好我们开始打了 我用的是这种搓 搓一阵搓 这样搓的话会效率比较高一点 就拿这个手前后搓 大家看打了没有10秒钟 这个泡沫这个咖啡已经开始起泡了 就搓 哇已经开始起泡了 大家看 咖啡已经被打发了 慢慢变浓稠了 用的材料真的非常简单 就是市面上买的这种树龙咖啡 一般的树龙咖啡就可以 但是不能这种三合一二合一那种不行 就最普通的树龙咖啡 一勺咖啡 一勺糖 然后再加上一勺水 然后就 然后就靠这个 单身 单身几十年的手术 哇大家看已经打发了这咖啡 看一下 是不是 已经打成这种像巧克力一样 丝滑的咖啡了 我们再打一下 让它更丝滑一点 好感觉好像差不多了 大家看这个咖啡已经 被打发起来了 打成这种泡沫状了 这就是手打的咖啡 好 我们去热一杯牛奶 我拿了一杯这样的是热牛奶 如果夏天的话 大家可以放点冰 做成冰的咖啡 冰咖啡 冬天的话还是喝热的比较舒服 然后我们把这个咖啡 直接放在这个牛奶上 大家看这个咖啡 哇 这可以直接硬的 打硬了 直接打发了 好 现在就把这个咖啡 直接放在牛奶上 把这个咖啡从里面刮出来 就像一坨一坨的巧克力泡沫似的 我把这个手打400下的咖啡 刮到了这杯牛奶上面 大家看这个卖相 哇 是不是 别人是这种卡布奇 上面是奶泡 下面是咖啡 我们这个正好是反过来 下面是牛奶 上面是咖啡泡 哇 非常浓郁 大家看这个咖啡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赞 好 我来替大家尝一下 到底好不好喝这个 澳门路边摊的400下手打咖啡 哇 哇 这个一般的树龙咖啡 居然手打完 能这么好喝 这么浓郁的咖啡味 再来一口 再来一口 上面那层泡是又苦又甜 又有非常浓那种咖啡的味道 哇 这个层次感 好香啊 这咖啡 真的是用这么便宜的材料 就能做出这么好喝的咖啡 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手有点酸打的时候 除了这个以外 真的还是可以的 真的还是可以的 大家看 还是非常好喝的 麦香 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嗯 哇 太香了 好了 今天这集手打400次的咖啡 就到这里了 大家喜欢也可以尝试一下 我是胡子老爸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 点赞 加分享 比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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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